一系列的角色扮演的比賽 在我們今天的最重頭戲登場之前 我們還是要來揭曉一下 剛剛這樣子在舞台上面 一連串的一個精彩的比試之後 到底到底呢 最後會是誰來得到 我們正式2017年博爾動漫季的 Cosplay比賽大賽最後的大獎 那我想呢 今天剛剛呢 看著那麼多組比賽 三位評審老師坐在下面 從頭看到尾 那三位都是Cosplay圈的前輩 那我想還是請他們呢 上到舞台上面來跟他們分享一下 今天呢 看了一下他的演出覺得如何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要再次的邀請呢 我們今天這一次2017年博爾動漫季 驚艷幻想Cosplay大賽 今天負責擔任評審 有三組 總共四位的評審 回到舞台上面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今天呢 他們到底看到這些表演 然後對於台灣的Cosplay 一直到2017年 覺得如何 或者說即將要帶來2018年 然後在整個世界的Cosplay的一個演出上 他們的一個形式可以做怎麼樣的修改 給予大家的一些意見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以熱情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評審 小唐老師 雍聖老師 G以及Mama 重新的回到舞台上面來 熱情掌聲來歡迎他們 評審老師 辛苦了 今天呢 其實在下面呢 陪大家一起來 你要讓他們站中間嗎 那又是 好啊 那又閒老師在那邊跟他換位子 好 來 唐總編 常常總編 總編作為Cosplay雜誌的總編輯 那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也看了很多的活動 甚至自己也有主辦活動 嗯 今天這樣整個比賽看起來覺得如何 這個這一次嗎 其實這一次有滿多感動的地方 首先呢我覺得換來這個地方我覺得非常棒 這個地方 換來這邊很棒 對啊 真的嗎 為什麼 人潮 人潮 這人潮看就知道了 哦哦哦哦哦哦哦 真的 我覺得來這邊 大家應該可能覺得比較舒適啦 所以這個地方 而且我覺得舞台的效果 看起來也很不錯這樣子 OK 所以舞台效果 就地力上 地力上 我覺得沒有優勢的 對对对 表現上 表現站完一起第二款東西 也就是我跟G-MOM一起站在這邊 對對對 因為他們是從以前在這個舞台上面比賽的參賽者 然後也是常常在這邊拿到了很多的獎項冠軍各方面的 那因為他們去年就是 今年不好意思 今年就是他們參加WCS 然後變成台灣的代表這樣子 那現在他們的身分也是評審的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一起站在這裡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OK 所以 剛剛講到WCS 這個是世界角色扮演高峰會 是不是 是世界級的角色扮演比賽 對對對 我們的WCS呢 基本上是我們世界跟台灣還有世界各國 就是會在日本做一個總決賽 那目前應該有36國吧 36國 對對對 大家都玩角色扮演 對 都是角色扮演 然後就是到 我們會在每個地區都會有分賽 然後到最後在日本做決賽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各國先舉辦一個比賽 然後選一個代表出來之後 最後派去日本 大家一起再比一次 是是是是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就是在PF 然後舉辦這個樣子的選拔賽這樣子 那他們兩個就是我們今年的冠軍這樣子 那今年度 明天度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是2017嘛 2017 對 2018年呢 我們在5月也會在一樣在華國的PF舉辦選拔賽這樣子 哦 所以如果說呢 你本身也是closer 或是你朋友是closer 他們喜歡上舞台表演 那甚至是他們有希望可以把自己的表演 然後得到世界級的認同 去追尋自己心中的一個夢想 那明年的5月5月5月在PF就會有WCS的台灣選拔賽 其實呢 我覺得其實參加比賽 我覺得重點是一個過程 對 因為其實 比賽雖然是結果論 但是我覺得中間大家的努力的過程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我覺得這個參與感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啦 就像包括他們兩位去日本去日本參加WCS的時候 其實整個賽程是大概十幾年 十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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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 那你可以跟世界各國的一些一樣的同好 PF的同好一起交流 然後選擇去他們的日本那邊做參觀啦 然後一些好像卡拉OK 去唱卡拉OK 對對對 我覺得這個部分等一下可以麻煩兩位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 今天的比賽呢 我覺得其實也是很精彩的 那我覺得 能夠這麼多人來看比賽 其實對大家是一個很棒的鼓舞啦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雖然有很多 我覺得因為有一些比賽賽雖然捨棋 他們是常常常看賽 那我也看過他們的比賽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在每次的比賽 都有新的創意跟點子 然後都有他們的進步的地方 那我覺得非常的棒這樣子 那希望就是說 以後還可以再看到各式各樣的表演跟比賽 OK 那如果大家對明年比賽有興趣的話 也隨時鎖定 包含了開拓 創夢 或是W WCS的FB專頁都會有相關的訊息錄出這樣 OK 好謝謝小長總編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呢 請的就是剛剛小長總編的大力的讚賞 那曾經站在舞台上是表演者 現在站在舞台上是評審老師 Malaji 那我們請進呢 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今天看你覺得怎麼樣 大家好 今天的比賽很高興就是 從我以前的在這個台上 就是曾經的比賽過 然後到今天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這一路其實走來就是 一直都是經驗的累積 那到最後就是你有了點成績 你去挑戰自己 那希望未來的參賽者們 也是能夠 可以用一樣的方式慢慢累積經驗 然後讓自己越來越強 然後去推動這個舞台表演 那也看過一些 其實有大家 比賽的人很多都已經不是順便考慮 因為看到他們有本賽過 那他們可以繼續進進自己 然後再繼續挑戰 這都是很好的事情 那也是希望 不要說是就是在博二場 其他縣市各大比賽 大家都應該要多參與 多累積經驗 那當然最好的話就是 可以再跟國際間交流 例如WCS就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一個可以讓自己 就是知道自己是實力到哪裡 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也是希望就是可以多多嘗試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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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的跟我們分享 媽媽 剛剛講到跟國際上的很多的交流 其實就國際上不只是WCS 對不對 是 所以 很多其他的國家 然後到全世界各地 世界的COSPLAY 是個什麼樣子的感覺 其實蠻有趣的 你要想像一下就是有一個房間 然後這個房間裡面有四十幾個人 這四十幾個人跟你講的是共通的語言是動漫 就是所謂的ACG COSPLAY 你知道那個是已經沒有不用語言來溝通 就是雖然大家共通語言都是會講英文啦 也畢竟從世界各地前往他的地方 所以其實 我本身英文其實不好 可是你突然發現你可以 講出你喜歡的動漫的名稱 他們也會講出他們喜歡動漫名稱 然後你們之間就會心意相通的那種感覺 I know I know I know that 就會是一種很興奮 然後很開心的那種感覺 然後 因為我們本身都是COSPLAY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互相 就是討論一下自己的表演啊 做的衣服做的道具 然後你會從彼此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體驗 對 然後還有一些交換名片啊 還有交換各國 就是對方的零食 各國零食 對對 這還蠻有趣的 因為你看不懂上面的文字 反正就是吃就對了 對 然後你就會拿了各國的零食 然後就放在桌上 你就會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會隨即拆開一個吃 然後發現 嗯是苦的 嗯是辣的 嗯是什麼 對 其實這也蠻有趣的 文化交流 對 這是一種文化的交流 對 今天看到舞台上有很多的表演 那兩位本身就是表演出身的 也在這個舞台上得落獎 再一次的回到這個舞台 站在舞台上覺得如何 嗯 其實感覺蠻不一樣的 其實我覺得還蠻羨慕 今天的參賽者 因為跟之前的博二的場地 在月光現場 對 之前在月光劇場你知道嗎 太陽很大 下雨 刮風 都是在 就是都是在月光劇場 你要去適應那個環境 可是現在換到這個場地 是有屋頂的有冷氣的 重點是它可以全按 就是它的燈光是可以全部關閉的 然後也可以做一些燈光的效果 是對舞台表演者來說是非常棒的一個舞台 所以有想著再回來舞台上 覺得很羨慕的 再表演嗎 OK 將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好 我們也期待兩位人 再次看到他們在舞台上面 來一展身手 謝謝 謝謝媽媽 最後我們請優劍老師 優劍老師 妳本身是做舞台監督 然後帶領表演團體 然後進行舞台表演活動的 今天看這些參賽者 你覺得如何 其實我覺得啊 只要Cosher願意站上這個舞台 就是要鼓勵他 因為我覺得這是需要勇氣的 需要勇氣 對 因為你自己在帶領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 就是你遇到一個新的Cosher 你跟他說你要上舞台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什麼條件的時候 他可能他會害怕 所以你願意站上這個舞台 我們都應該要去鼓勵他 所以不管你的演出是好或是壞 因為畢竟大家一定不是從陌生 然後慢慢一路一路到熟悉到很 可能有進步 或者是你自己學到更多的東西 我覺得在舞台上可以學到的是 不是一般外面的 就是我剛起步的Cosher可以學到的東西 我真的還蠻鼓勵 如果你今天對角色扮演這個東西 他是有興趣的 你真的可以慢慢的嘗試走向舞台 上了舞台之後 當你習慣了舞台之後 那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階段要來進行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在舞台上看到很多表演 不是角色扮演 我們也有樂團的表演 我們有舞團的表演 各式各樣的一些演出 那大家都能站在這舞台上 都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也希望 所以我們主持人都會鼓勵大家 給予他們掌聲的原因 是因為人家需要勇氣 對啊就是不管好壞 都是值得鼓勵的 好 那居然優欣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我們今天這麼多的表演者 我們都要給予他們支持 鼓勵跟掌聲 那我想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 趕快來宣布一下 今天的一個最後的一個結果吧 那我們今天呢 總共有五個獎項 首獎 就是所謂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最佳表演跟最佳造型 那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請優欣老師 我們頒最佳造型跟最佳表演 那我們請媽媽G呢 我們來負責二三名 那我們請小唐總編呢 來負責首獎的一個頒獎 那 我們 那我們先從最佳造型跟最佳表演 開始頒起好了 那我們請三位老師呢 我們在旁邊先 先standby等我們一下 來 劉欣老師 最佳表演最佳造型 去掉前三名的不說 最佳造型最佳表演是 顧名思義 我們就看造型跟看表演 對 就是看他整個表演的內容跟他的造型 就是不管他的表演好話 因為我覺得今天表演不可能完全都是實存實美 對 所以就是依他的創意 喔 依他的創意 所以呢那我們就從最佳表演獎 開始頒起吧 那我們的最佳表演獎呢 優欣老師你可以告訴我們是第幾組嗎 第二組 One Piece那一組 讓我們恭喜第二組 牛肉麵得到了我們這一次的 博物動畫季的最佳表演獎 好 我們請第二組呢 來到舞台上面來 這個一個One Piece當中 Big Mom的角色呢 那今天呢帶給大家的一串表演 兩位呢特別從台北 一早就從台北下來 來參與我們今天的一個比賽喔 那很高興 那他們得到的是最佳的表演 他們表演非常非常有意思 也某種程度上呢重現了 就是在作品當中的這個花花綠綠充滿甜點的世界 那我們請優欣老師呢來頒發獎金跟獎狀 那兩位呢拿著 我們一起看前面拍張照 來看前面這邊 好 這是那個獎狀的稍微就是寫一點 我們對下面 我們看不到 OK 好 我們獎金呢 三千元給了最佳表演獎的牛肉麵 恭喜你們 我們先在舞台後面呢等一下 先在後面等一下 好 那優欣老師 我們剛剛講到了喔 最佳表演嘛 最佳表現 那我們還有一些最佳造型 對造型 造型其實不明示意就是造型的 就是依他的還原度 就是他整個造型的還原度來討論 好 那到底今天呢 去掉前三名之後最佳的造型 是哪一組 請幫我們來公佈組編 恭喜第八組金光布袋戲 第八組阿姬以及雙琳 帶來了金光布袋戲劍舞奇 以及皇后的作品 參加者得到我們這一次 是柏爾東萬節最佳造型獎 因為請參加者呢 來到舞台上面 恭喜兩位 那布袋戲呢 一直都是以華麗的造型 來建場的喔 那兩位呢 今天呢當然華麗的造型 完全的重現了 在劇情當中的這一些角色 那他們身上的布料 也都隨著他們的 在擺動他們身軀 來進行演藝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去看到他們其實 非常的講究的 去忠實的呈現 原本角色的一個造型 所以今天是呢 非常的恭喜他們 OK 好 恭喜 那我們先到後面的standby一下 優先老師呢 也先來到我們的舞台後面 來先休息一下 那 我們接下來呢 要從第三名一路搬上去了 那我們第三名呢 邀請到的是我們的MAMA 來幫我們頒獎 那今天的前三名的決定 其實都很難對不對 蠻精彩的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 實力都相當 而且真的非常的難聽 有時候在舞台上面 有時候並不是說表演 也是完全失犬 而是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怎麼能去克服它 會成為一個很大的關鍵 對 沒錯 好 你來幫我們公布一下 我們第三名的組別好不好 好 那我們第三名 是第三組 劍山副手團之 誰也沒奶上 恭喜 第三組 劍山副手團之 誰也沒奶上 得到了我們這一次的 活動漫技的第三名 我們請劍山 來到 回到舞台上面 那 MAMA呢 這一次特別的 他們當然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音樂的問題 沒有辦法順利表演 可是呢 克服了這個難關了之後 再次來到舞台上面 依舊把他們完整的一個演出 呈現給大家 那今天呢 他們呢 到了活動的 現場去 去 拍照去 所以今天派代表上來 領獎 沒有關係 今天穿到阿松的服飾上來 我們的領獎 就是我們今天第三組的代表 劍山副手團之 誰也沒奶上 我們也一樣留下一個紀念 呃 非常的恭喜他們 克服了他們的舞台上難關 謝謝 恭喜你們也謝謝MAMA老師 那我們的第二名呢 G G啊 跟我們分享的是 第二名囉 那第二名呢 其實這個第二第一是不是通常是 最難 最難去決定 基本上 基本上 前幾名他們的那個 表演的結構比較完整 那 變成是說我們要從 中間分個高下 我們通常就要看很細 那我們也要必須跟 我們的其他評審 去做一個很仔細的溝通 所以我們才會花個大半個小時 在旁邊 就是 或是討論或是吵架 我們要決定第一名第二名是誰 那這個 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蠻驚奇的那個 因為通常你是等待的那一個 對 但 對 現在終於知道 這一次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也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特殊的驚訝 OK 好 那第二名到底是哪一組 請大家大聲的告訴大家 好 各位觀眾 第二名 恭喜 第十組 第十組 雞敗 骰子牛 摩 得到我們第二名 我們來歡迎 第十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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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呢 他們得到第二名 那剛才呢 謝老師也提到了 那 舞台上的完整度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整個的流創 整個的安排 其實在決定一二的時候 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好 那 那我們也請呢 我們請老師呢 頒發我們的獎金跟獎牌 那大家呢 一起呢 對著前面的工作人員 留下一個 值得紀念的 一個 這個 攝影 一個瞬間 數字擋到 OK 一萬元的獎金要露出來 不然就只是 四個零而已 哈哈 OK 也恭喜第一次上到舞台上面 就 呃 參加比賽就得獎 OK 恭喜你們 謝謝 耶 好 中頭戲來了 小棠老師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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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一二每次都要爭很久嗎 我很好奇 因為我沒有當過評審 呃 其實都會 但是這一次我 像我覺得個人的評分上來說 我覺得他們只差一分 只差一分而已 而且因為其實他們的表演 我都看過幾次 OK 對 那他們每一次都會有 一點點不一樣的變化 這樣 所以 巧思就變成了一個重點 對 巧思 然後還有一整個流暢度各方面 都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嗯 所以這個是難度中 又更難度的 正義求精的解釋 對 就是變成說我們要再看一下他的細節 不然其實 他們如果同樣的表演 其實我也有看過了 對對對 所以我也大概知道你 可能你下一個驚喜點在哪裡 可是可能大家會覺得很驚喜 可是我可能就 噢已經知道了 好 所以我想我們 終於要來宣布第一名 那請邰康老師幫我們來宣布 他的組別 第一名是第四組的羈押戰隊 恭喜第四組羈押戰隊 東林劍尤靜 這部作品呢 來獲得了2017年佛洪動漫季的 Cosplay大賽的冠軍首獎 我們今天呢 一萬五的獎金呢 獎勵他們 有別於之前他們登場呢 這一次呢加入了村民 農夫這種一般平民的角色 讓大家了解到呢 他們的遇到的危機 真的是世界級的危機 所以正義之勢 不是只是隨便出來打壞人 而是他們真的是去解救蒼生的一個過程 也成為了這一次的一個巧思 那獲得了我們這次比賽的第一名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留下一個這個紀念 那今天呢其實所有的常愛者 好 我們也請所有的常愛者 我們一家評審老師呢一起來到舞台前面 然後大家呢前面第一排的可能就蹲下 那記得要把自己得獎的這個獎牌呢 給露出來 然後呢 一起呢我們留一個合影的一個紀念喔 這是今天所有辛苦的參賽者 那等一下呢也希望呢在整個結束的時候 給予大家也給予得獎者 以及所有今天就算沒有得獎 可是也是在舞台上努力賣命表演的 所有參加者們一個很大的掌聲喔 OK 所有的參加者我們也歡迎大家上舞台 那我們現在留一個時間呢 今天給這個工作人員拍照 也希望大家呢一起給予他們一個掌聲好不好 他們站到舞台上面來表演 這個舞台超高 然後看到台下那麼多人 大家都緊張得不得了 好 今天他們得到了成績 再次的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評論老師 恭喜所有得獎者 感謝所有參賽者 那到舞台的後面之後呢 他們也會繼續來做交流喔 所以這個也是其實是屬於參賽者的時間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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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